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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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遏制业者才会这么样的一个黑心 只是说全台湾到底是不是有多少的遏制业者都得黑心病 大家只想要赚暴力 完全没有良心 全民吃的安全的问题 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但一直以来 哪一个时期的政府 哪一个政党主政的政府有好好管食安呢 这个部分全民不能够放过 那么台湾共同团今天持续带您来关注 现场四位来宾先为您介绍我们好好来谈 那么第一位来宾我们介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季国栋 国主好 相信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场来请到是消极会的名誉董事长 谢天润 谢董事长 大家好 好 进行现场请到资深评论员是周玉寇小姐 大家午安 好 今天现场还请到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豪 主持长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赶快先带您看看 那么关于这个大桶的油 现在被顶心买去之后是如何的直接 就装进了这个味全的罐子里 然后卖出去给大家 这到底是多么的黑心跟无良 来看我们的报道 下节我要退货 好 味全油品一贯一贯往桌上摆 消费者上门退货 但这些不合格油品 丁心除了是和大桶进问题油 现在卫生局比对发现 怀疑丁心根本是第一架进大桶油分装 换标签当味全油来卖 实在很恶劣 纯橄榄油 它表示纯橄榄油吃这个桶 是脂肪酸比异常 实际计算 大桶橄榄油售价大概是 每公升98到113元卖给顶心 但是顶心到货之后 换上了味全标签 卖橄榄油可以卖到 每公升304元 两者价差高达129元 大桶葡萄籽油若也只是换标签 变成味全葡萄籽油来卖 进货价98元 售价却可以卖到 一公升265元 算一算顶心大赚了1.46亿 消费者听到大骂 实在很敢赚 他说味全这么有历史的一个产品 那他做这些就混淆食品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那更可恶 那这个更可恶 因为那是欺骗啦 就令石头价格来看 味全上大桶金货 大桶橄榄油174.5元一公升 味全橄榄油全卖到304元一公升 汇上130元 实在敢赚还大谈良心 只要听到说是顶心集团的账品 他就全部都要拿过来退这样子 会造成我们的很大的困扰 问题由爆发以来 味全从隐匿到现在又爆出 可能只是分装低价油来卖 比对问家老董们大谈良心诚信 实在很讽刺 记者曲小佩林东明 台北屏东综合报道 没有错了 相信昨天下午三点钟 在我们结束之后 观众朋友所听中天的频道 在看顶心如何来面对社会大众 昨天下午的是三董 魏英聪以及四董 魏英航 这两兄弟一块开记者会 画面上您同步现在看到 就是昨天下午这个时刻 开记者会的时候的样子 但重点是不断的谈 良心良心再良心 但是良心不断的被戳破戳破再戳破 我们告诉你的事 搞了半天 他们家的油 直接买了大桶油 就装进了味全的罐子里头 就卖了出去了 那么在这里低买高卖 在这里赚这样的价差 混油还低买高卖赚价差 这就是顶心这个国际集团 展现出来的这个气魄 原来他们家的钱 是这样累积起来的吗 昨天整场记者会上 今天马上被大家给整理一下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大问题 简简单单来讲 这三大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是顶心 魏权还在睁眼说瞎话吗 然后带大家来看到 首先一开始他告诉大家 他们家油品是完全是 检验过关的 当然这阵日子以来 大家最关注一个叫做 同叶绿素 一个叫做棉芬 那么昨天的记者会上 告诉大家 同叶绿素是阴性的反应 棉芬完全没有检查出来 还强调这可是送到全台湾 最最最权威的 美和科技大学第三方的检验 但美和哥大吓死了 赶快出来澄清说 同叶绿素的检验 在国内现在没有比对的标准 所以说没有验出来 不代表你不含同叶绿素 所以我首先先请教的是纪委员 面对这样的一个大厂 国际级的厂家 那么现在他也开了记者会 也道歉了 也说拿个五千万元来出来 让大家退费 但是大家没有办法相信他 因为谎言一再的被戳破 还拿了一个南部的大学 美和科技大学 来做这个一个背书 但是人家说 我们学术的一个研究 不会替个人或企业来做背书 可见的 你觉得魏权跟鼎心的良心 到底何在 到这个时刻还在说谎 这个事情发生后 我觉得匪夷所思 鼎心魏家不只是在台湾 在全世界名字响叮当 而且这20年快速崛起 我觉得他们兄弟的努力 加上很多的机运 当然都有关系 过去的名声相当之好 可是这次的打击 我觉得是非同小可 不只是说一旦讲说良心 同手无期 而且他们另外一个 同事长也讲说 这个品牌是 这种品牌是一种生命 如果说食品安全的品牌 如果说这个生命 一旦收到质疑就挂了 还讲到说 我们这个GNP 不是防小人 而是防君子 他讲了这么多的话 让我们觉得说 应该 而且本身又身兼GNP的理事长 所以一听到说 魏家要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整个脑筋都转不过来 当然他们有出来道歉 可是我觉得第一时间道歉 是不对 那种方式不对 用预录的影音 然后用平面媒体来道歉 到最后逼不得已 我们的张家柱部长公开喊话说 已经不再私任GNP的理事长 他才辞去GNP的理事长 然后后来两个兄弟出来道歉 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宁愿相信 他们真的是被他的下属所误导 我真的宁愿相信 到目前 其他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 当然不法相信 但是我觉得 柱油专家是他们 推给下属 那很简单 对 如果你们真的那么有诚意 有人讲说 这个不好所得 就是说那些暴力 餐有时候可能一亿多 一亿多不到地宝的一户 连一户都不到 大统都已经 人家跟他求赏18亿的 你说这段时间以来 你们所累积的社会形象 还有说你们过去 他们是现在 是从他以前 他们祖先就干过 永靖乡的乡长 以前叫做庄长 在光绪年间 他们在程美堂 程美堂大家都知道 我特别带过来 就漂亮 程美堂在光绪年间 都开始兴建 那祖先当过 永靖庄的庄长 那格局是二进双富农 昌华把它 县政法把它列为 历史的建筑 台湾乡土历史 那个林恒道还说 这是四马拖车 四兄弟坐有 非常四马拖车 所以他特别讲一句话 说花多少钱 不管啦 听说一颗黑松 还有紫坛都一千多万 他一句话 他说我听的是 刚开始很感动 他说该花的钱无上限 因为孝师无限 孝师啦 思念父母亲的那种思念无限 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他说父亲过世 为何得现老先生 他说留给他们 就一个得字 所以我就把这个历史 这样综合起来 我听的心都凉了 而且也很难过 我相信他们外交绝对不会差这些钱 比较说算一八再乘以一百倍 对他们来讲 九牛一毛 非常不值得 我今天讲非常不值得 我今天不愿意 他已经算是食品界数一数二数三吧 比较说龙头 在中国大陆在两岸之间 全世界这么知名 都犯了这个错误 你看连我们卫生部 都已经没办法处理 你看我们的整个部长 都弄在那边 所以不要让部长 不要让院长 甚至不要让马总统为难 我觉得 我说实在的 委员他们会想这个吗 应该就不要让我们消费者回难 比较重要吧 成就那么高的董事长 他有什么成就啊 我说实在今天 我跟他完全不认识 他虽然在彰化 我跟你讲 我跟他不认识也没有交予 人家会认为 你们对有钱人就垂反了 你们这种政策 我是很担心说 坦白讲 我今天在执行我们的入委会主委 我说这样我们会不会崩盘 你看这么大的厂 都出现这个状况呢 那未来我们怎么办呢 好 这看来是这个厂的黑心问题多 还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有问题 昨天记者会上的时候 温英春不断告诉大家 你国家又没有定法令 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调和 要参多少比例进去 国家赶快定嘛 厘清真相好不好 欢迎我们清白 昨天记者会上 还是这个态度在跟大家讲话 可见的问题出来 出在政府 是政府的问题 政府逼厂商你做不出 一个这个合理的 而且不会让大家混淆的 这样的一个商品出来 政府的法令不明 是导致魏嘉这次出现这个调和油 被大家骂的主因 是这样子吗 我们请预扣姐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说 刚前面讲到了 油瓶检疫都过关 人家美和合计大学不愿意帮你背书 重点第二点什么呢 他从昨天还告诉大家 他们可是事发当时 第一天就开始主动分存了相关 来自于大同买的油 只是干部判断错误 没有正式的公布告诉给大家 是这样子吗 这跟简教大会讲法 又是完全的一个不同 重点是他只要拿5000万元 出来做赔偿基金 刚刚讲他加N个E N个E那5000万元 对等吗 他这个封存的时候 他出来讲了什么话 魏英聪跟魏英娇 两个人都还出来说良性事业 然后魏英娇 还讲了一大堆做佛的话 他们两个人 一个是实际功德会的捐款人 一个是中台产事的捐款人 讲这种话不是伪善吗 刚才这个纪委员 你是身为国民党的委员 如果政治人物 你们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发生这种欺骗大众的事 都还这样子充满了 痛心可以 你充满了同情 我觉得你是在为难我们消费者 因为纪委员说 叫他不要为难马总统 马总统跟江院长 跟邱文达部长 你不要为难我们好不好 你们纵容了这样的商人吗 台湾还有什么未来 你不要看魏家是什么 是101大楼的副董事长 魏家是4D的新的宽平的标道的人 魏家在台湾将来 他还要涉足到未来 跟我们这个几世代都有关的事业 这种睁眼说瞎话 这句话就证明他们是睁眼说瞎话 明明你知道你用的是大桶油 而且是把大桶油拿来换标签就卖 赚了那么多钱 我不认为这是他的小部分 我认为他如果在这个部分 连这种小钱都要赚 你认为他没有其他的地方是大罪吗 所以对有权有势的人 我们一向认为应该用最严厉的方法来对待他 可是我们的卫福部有这样做吗 我们的委员们有这样做吗 这在让人家心痛的地方 不在于说我今天吃了他的什么油 你知道 而在于我们在台湾酝酿出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他可以用那种超高的价钱去买一个101 他可以用超高的价钱去标这个4D的频道 将来倒霉的会是谁 将来倒霉的仍然是消费者 所以魏家的这些人士到今天为止 都还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他昨天最好笑 塞在电视上登那个广告 把自己平面东西拿到上面一po 你就以为你用钱可以买通媒体吗 魏家的人要知道钱不是万能的 如果说魏全的酱油 可以用大桶的油来翻标间卖魏全的食用油 我请问你魏全的酱油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康师傅的泡面是不是这样 我不懂为什么魏福部对于 对于关于他们顶星所生产的食品 你为什么不去调查 因为我们大家已经信心崩盘 台湾没有魏家没有顶星集团不会垮了 台湾只是会有像这些伪君子的企业家才会垮 每天抱着做那些善心思 又是良心又是什么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伪善的这些企业家吗 我认为我们的卫福部这一次 从头到尾让人家觉得 一个部长好像天兵一样 什么都不懂都被下面的人骗 包括公文包括隐匿 隐匿这件事情 是清清楚楚是屏东卫生局里面 报过来的 你食品药物管理署也承认了 你没有告诉你的长官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长官 我们的食品业 现在把持所有的官方的官员 经过这一次已经证实了 从复卫箱第一时间 他们要包庇复卫箱 被赵天龄礼拜一咨询的时候 才咨询出来 复卫箱还开记者会说 我没有内销还骗人 第二天卫福部还说 复卫箱讲的是对的 第三天新北市卫生局才去查他们 才查出来这是复卫箱 顶星呢 顶星是你们卫福部公布的吗 那个顶星是彰化地检署的检察官 叫黄志勇的 他去执询这个 在约循高正丽的时候 比对出来的 才揭穿了魏家的谎言 我今天要跟这个冀委员说的是 这个不是卫福部查出来的 卫福部从脑到尾都想隐匿 这是因为我们有年轻的检察官 我们有年轻的卫生局的 小的科长 科员 而屏东卫生局跟新北市卫生局 都是女性的这些官员 然后为什么我们卫福部还要再去用一个 从天上掉下来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署长 十年没吃油没吃盐 为什么我们的卫福部里面就没有一些基层的人 可以做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署长呢 我们看到很多基层的这些卫生局的 小科研小科长都是女的 那个当年树化镜那个女的叫做杨茗玉的 他就不能做署长吗 我真的觉得国家崩盘比这些商人崩盘难过了 是 好 当然讲到之后 当然大家难过其实就是刚愈口节点到 这个问题是不管大家这两天看到官方释出这样的消息 哇 再这样大家不消费 再这样食品安全问题扯下去 我们的GDP也会受影响 但问题是为什么台湾会出现这么多 这么多大家认为的无良的商人 刚看到的是富卫乡的欺瞒 政府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 到顶心的一个欺瞒 政府在这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请教荣誉董事长 所以这政府扮演角色 我们在这边看到是摇头倒不行 那么大家都是这么样有钱的人 有势的人 他们四兄弟加加起来可以 加加起来财富恐怕又是一个台湾首富 他们也曾经是台湾首富过 现在钱也是非常非常之多 只拿个五千万元就要来做赔偿基金 这是他们的诚意 可以接受 我想消费者大概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消费者长期 可能信赖未权的产品 那认为他们是一个相当不错 管控很好的这些商品 那现在他既然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那随便丢个糖 那好像就把问题就要解决了 我想事情没有那么单纯 我认为卫权其实应该好好考虑 怎么样恢复消费者对他的信心 刚刚我们后期也提到 是不是只有他的油有问题 他的哪一品有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我觉得 他恐怕应该重新去检验 他相关的这些产品 那不要再有其他东西爆出来 我想消费者可能会信心崩盘 那在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好像未加存有那种侥幸的心态 认为他会一手周天 所以这个事件的处理上面 他处理老实讲很慢 大同个事情发生那么久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们要讲的是说 长期来我们政府本身对这些事件 出了什么同业利数什么棉分 所以他一直在讲 我没有同业利数我没有棉分 他在讲的是说我只有标示不死 我们只要有一滴橄榄油 我们就认为它只是标示不死 这开玩笑嘛 那你为什么标示你是纯橄榄油 为什么你标示你是橄榄油 我们的法制为什么坑坑坑坑 为什么我们的 因为塑化剂而修改食品 卫生管理法 送到立法院去 到了2013年 我们发生毒电影文事件 才被怎么样 才被冲过去 我们立法院到底在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事实上大家应该好好在检讨 他们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官员一样 大家都负责这些相关的财团 所以相关的机制6月才修过啊 为什么你6月修到现在9月又不能用呢 你的立法院本身的运作 有没有什么问题 立法院要默默良心 消费者本身这么弱势 发生了这么多事件 为什么法律还改不改啊 那为什么我们所有发生的事件里面 通通都是标示不死 标示划20万而已啊 所以他现在才会觉得说 我只要丢个5000万很多啦 你划20万而已啊 你能花多少钱 我们要讲的这个是 我们大家国民所能够接受的嘛 一个产品本身你叫它橄榄油 结果你的橄榄油本身这么低 我们可以叫它叫橄榄油嘛 这不是仓伟讲话是什么 那既然是仓伟讲话 为什么划20万 我们要责问的就是 我们卫福部为什么这样做 那当然从其他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啦 为什么我们有所谓的乌龙公文出来 我们消息都质疑它里面有鬼啊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昨天立法院有人在问啊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这个值得大家去注意啦 好 所以应该要把真相给挖出来才对 好 那到底这个乌龙公文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就带你看看这个乌龙公文呢 昨天立法院有了质询 说这个过程当中 根本是有人在这里下指导棋 幕后黑手是谁 因为涉及了大厂 所以非得好好的 想办法给压下去吗 但是到底有没有 昨天在立法院里头 由民进党委员林淑芬点到 那位高姓的主任在这里献策 今天一个早上呢 到中午十点之前 卫福部都还说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这回事 但是刚刚为什么将近一点的时候 卫福部的这位次长许明能 又说了不同的版本的话 我们带来看最新版本的说法 我们交给我们这期记者 告诉你最新消息 好 社主播卫福部的乌龙公文事件 到底有没有造假呢 刚刚卫福部的次长许明能 他提到 其实的确有这个高姓幕僚 不过呢 立委所说的是主任 他们并没有主任这一职 而是有参事 也的确 他的确有宪策要撤销公文 我们来听一下 他刚刚最新说法 中贤 那他讲的高主任 我们是没有高主任 但是他就讲高中贤 那真的是我们的 那个法规会的那个 的参事 那10月30号那一篇会议当中 他有给任何意见吗 没有啦 他给的那个意见的部分 就是针对 整个的一个 一个法制的部分 提供相关的意见 因为他是法律的相关的专家 他有说要退回公文这个部分 他觉得说 这个部分的公文的内容 跟我们的会议的决意不符 那既然有不符的部分 公文已经出去的时候 但当然在我们那天 有这样的讨论 他就觉得说 我们可以听到 许明能 几乎可以说是在大玩文字游戏 他也坦诚 的确这个高兴的幕僚 高参事是有建议 这个不正当的公文 应该要撤销 但是他强调 这一切都无关厂商施压 或者是有 这个部长下达任何的命令 那么刚刚也是有 一再有这个立委来 丢出最新的一个说明 许明能才有如此回应 以上下达最新情形 先将镜头换给棚内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记者 吴倩阳带颖 来自于立法院接近消息 我们赶快请东豪 带大家来看 这个乌龙公文事情 我们上礼拜同一时间 同步已经带大家关注到 但今天现在看得出来 还是有委员持续的哇哇哇 我们这消息刚刚到目前为止 他不是刚刚许 与民能次长讲那么精准 我们还叫做高姓主任 因为这个是昨天 这个黎淑芬所咨询的高姓主任 那刚刚这个建立法院 早上接近中午继续咨询的情况下 他终于吐出来 哦有啦 卫福部长有一个人 叫做参事叫高宗贤 是他确实也有献策 但总而言之 总之这跟这个厂商施压 还是没关 中华他们说实话了吗 现在你不知道 我们能不能相信政府 政府到底讲了哪一句话 你可以相信 为什么呢 你光是从这个公文里面 你就觉得一头雾水 就好像我们今天政府 有没有能力去检测 这些油品大厂的东西 可以不要告诉我 哪一桶油是安全的 这个小白也是要求不过分 是 从那一点公文 从要求下架 还是测查 都可以闹成这个样子 卫福部啊 这些原来 现在长群的 都是原来卫生署的人 都是医生 能够当医生的人 都是你在同一个界 同一个年龄里面 最优秀的人 可是今天这个事情 处理成这样子 光是这个公文 你看 后来今天 林淑芬立委 也出来爆料了 他今天就 太多人 你讲说 当天开会的时候 10月30号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实在小组 有37家的脂肪酸 不符合 标示不清 符合比例不对 所以当时呢 这个邱文达指示 部长指示 是要下架的 是的 好 结果这个公文 下去地方的时候 是说要测查 就变成乌龙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中间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 就是刚才这个 他这个是 许市长讲的 这个高性参事 他的限测说 要定调成为是个乌龙事件 关键不是乌龙 乌不乌龙 关键是这37个 产品有问题的东西 你到底是应该要 让它下架 还是应该要测查 对 这件事情居然可以 保持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嘛 大家在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乌龙 好 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 你到底应该是下架 还是要测查清楚 这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 这个过程当中 公文曝光之后 改成这个乌龙 变成定调之后 有没有业者进来 关锁 有没有业者进来施压 好 许市长居然能够改变 这个邱部长 这样子的卫福部 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好玩的是 我们的江院长怎么办 他一定不懂这些 可是当过副院长 他管过实案 这个时候怎么办 也就是说今天 为什么大家对政府 今天没有信心 不知无所适从 就是因为你从行政院这头 到卫福部这头 你全部不知道 你该相信谁 就好像农委会 一样 你也不知道该不该 相信农委会 所以今天因为一颗老鼠尺 害了一锅粥 全部都垮 我们今天是能够相论谁 我现在还念起 当年的杨继政 只有女生 只有小老百姓 只有小官员 他才会为了他的下一代 毅然决然地 做出正确的事情 反正今天以男性为主 这些人在当高官的人 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短短的时间 给你一个清楚的交代 所以所有的担当 所有的责任越来越迷糊 好 然后这件事情最后 最后最后是个高参事吗 那你用个高参事去承担所有的吗 是 这件事情的背后 是有没有关缩 有没有施压 有没有人在改变政策 是 这个才是关键点 要查清楚才对 我们谢东好 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今天为什么这个高中贤 这位高参事名字 在中午时刻 将近一点时候会丢得出来 这个事情自另外一个停损点的出现吗 它是当年所谓的鱼文了吗 是这样子而已吗 我们说到为什么在这么 刚刚从预扣解到刚刚到 东好所讲 是这些基层的人员 不管是检查人员 还是食品卫生的人员 才查出哪里哪里有问题 因为说他们知道人民要了什么 他们也为自己的孩子 下一代再负责 但重点是 我很怕这一说 这些不孝商人 以后要买通的管道 可能要到基层去 才不会在这里扛出来 因为他们只买上面 上面可以搞一个乌龙公文 就把他给推翻掉 但下面基层在那边查查查 看到真相的时候 他们不说出来吗 我不晓得 这看起来越想越大 大家觉得不寒而栗 这就是政府的一个 食安把关的过程 所以我们总统院长 到现在好搞不清楚 邱部长 你在这边当部长 你也搞不清楚 任由下面来这里摆动 还是说你们通通 都在同一阵线上呢 我们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